那当然其实也OK 所以刚刚那个 我有特别拿那个Excel来比较 Excel里面本身就有一个开发环境 那这边就有一个所谓的Visual Basic 那也就是如果你要写程式的话 直接插入模组 直接就在这上面就可以写程式 那只是说如果Python 因为Python本身是所谓的那个自由软体 那自由软体的话 当然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 不像那个Excel啦 Excel里如果你要用 必然你要买他的版权 然后会有费用的问题 因为有费用问题 所以他自然会帮你service 到一个 至少没问题的状态 那Python因为他没有付任何费用嘛 所以有些地方还是要自己来 要自助啦 那要安装那个就是 Python的方法很多 像刚刚有同学提到就是说 他电脑已经有装Anaconda 这个其实 就是一个所谓的Python的套件 那当然你可以直接从这里面 去找到Anaconda里面的那个相关的 你可以download 直接就把他的这个 整个套件给 给下载 他有个for Windows 也有分 64跟32 然后有forMac的 也有forLinux 但如果假如说 你不想用我的懒人包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 在这边去下载 那一般Windows 大概64位元的 那你可以把这个下载下来 安装的方式 就是 也是下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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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想说 老师你为什么不干脆 用这个方式来 来安装 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Anaconda 它安装的话 它变成说 你其实 需要的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编辑器 但是它却会帮你安装 一大堆东西 那些东西可能 并不是说全部都你需要的 所以如果假设 刚刚同学有问到说 如果你的电脑 是Mac的话 那请你去下载什么 Anaconda的这个 64的 OK 大概400多Mb 你就把它下载 然后Install 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它装完之后呢 里面也会有一个 叫Spider的 一个 一个执行程式 一样可以 在上面 做那个 程式的撰写 OK 这个部分是 第1个 那 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 因为基本上 我在 这个自强 开设的课程 基本上有一个延续性 那前面基本上 基本上就有上过有关Excel VBA部分 然后另外就是到Python的入门 从VBA到Python 那第3阶段 才是有关Python的认证 Python认证部分的话 又分成 两个部分 一个是Python的基础 程式语言 一个是 有关用Python去抓取网络资料 有点就是现在很夯的 所谓的网络爬虫的部分 主要是这两个部分的证兆 所以可想而知 所以我刚刚一直强调说有点难度 主要是 基本上最好是循序渐进的 你第1阶段上完之后 上第2阶段 上完再上第3阶段 可能 比较不会压力 但是如果你直接跳极跳到这边来的话 那相对的你可能要 遇到的状况也会比较多一些些 不过当然 我有讲过啦 我上课会把它录下来 所以假设你比较跟不上的同学 回去其实可以再花一点时间 最重要是花时间 当然可以学习东西其实还蛮多的 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 主要原因是因为 其实现在已经从大数据时代 慢慢要过渡到所谓的AI的时代 那这些东西 如果说你不 懂得用程式来解决问题的话 那其实很多 很多时候你变成说你要花很大的力气 做一些比较没有效率的事情 那当然相对的 你可能要花更大的 时间 就不断在加班 那事情永远做不完的感觉 OK 但如果你希望你将来做事情的效率可以提高的话 其实最重要还是把程式学好 里面的话 我是建议 如果你平常用那个ESA用的很多的话 至少 你ESA里面的那个高阶 就函数部分一定要很熟 其次的话 VBA也要熟 然后其他枢纽分析表 然后视觉化的一个图报表工具 再到python 再到 Jungle等等 其实如果你这些工具都可以把它学熟 那自然而然你可以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那其实 就可以达到 一键完成 就是你可能按键按下去报表 甚至视觉化的图报表自动就完成 的一个目标 OK 那程式跟程式之间其实都有个相关联系 也就是如果你假如学了一种程式之后 你要学第二种 第三种 第四种 其实他们之间都很像 也就至少你有观念 你要再去学其他程式 我想应该会 比较不太 困难 OK 基本上我们后面上课 上课的纲要 其实我有关python 我是把它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 其实前一期 前一期在疫情还没爆发之前的前面 当我们在教室上课 那里面基本上我们就上了这些东西 包含就是说呢 刚刚我们做的啦 那当然呢 不管是python的入门课也好 或者是证照考试 都一定会遇到同样的 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把环境先建置起来 那基本上 TQC plus他考试用的环境是 用那个spyder 所以 基本上反正就是你要把一个spyder 就是 就是安装起来 然后并且可以run 其次的话当然就了解一下有关那个python的一些基本语法 包含就是说你怎么样产生一个变数 然后呢怎么样做一些逻辑的判断 包含就是一重、两重、多重的 这个程式的判断 然后回圈怎么写 资料结构、韩式 一直在到这个有关 这个档案读取 甚至是资料库 等等的相关应用 那当然我在前一阶段的课程里面还会提到有关网路爬虫 不过 因为这个证照考试 他基本上没有考到 爬虫 是另外一张证照才有爬虫 所以基本上的话 这个爬虫部分 我们应该是讲不到的 那再来的话 我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证照考试 里面到底考哪些类别 主要有五个类别 所以 也就是说 考试的话 五个类别 就是他 一类别 总共有 10题 也就是说 每一类 他都给你10道题目 那这10道题目 已经预先 公开他题目了 也就是 你就是有个题本就对了 有个题库 那这个题库的话 你只要把这个题库练熟 那考试的话呢 他就是从实题里面抽一题出来 考你就对了 比如说第1类 他一定基本上就101到110 总共10题 那考试的话 就不知道说 他会抽到哪一题 反正呢 只要抽到哪一题 你就做那一题 你就把那一题 把它做出来 然后 在他指定的时间内 我记得好像大概一个小时吧 在一个小时内呢 你就把 这个 题目做完 然后呢 上传到他的server上去 如果 如果 分数能够超过70分的话 也就是不一定100分喔 你有超过70分 他就给你证照 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5类的话呢 内容大概包含有哪一些 第1类的话就基本的程式设计 也就是考你说 你会不会做一些简单的输入输出 包含就是什么 会不会建立变数啦 常数啦 指定叙数啦 等等的 另外的话有关什么呢 运算式 还有什么 算数运算词 等等的 甚至其实我觉得 这个地方 比较难的 考的比较多 应该是格式化 里面会用到一个format 怎么样 他指定的格式 你要给他他要的结果 那第2类的话呢 就是考什么 选择序 选择序 逻辑判断 也就是说呢 一重逻辑if 两重逻辑if else 多重的话是if else 等等的 那第3类的话就是回圈 回圈的话包含 两个比较常用到的 就for 跟while OK 那再来的话就进阶 第4类的话就进阶控制 这个流程 那其实第4类基本上 有点像把那个1到3类 的这个 内容把它综合 就变成第4类 那再来就第5类 第5类就是写一个function 就是函式 或者叫函数 然后怎么样做 参数的传递 然后怎么回传 return OK 等等相关的东西 那这个是 所谓的那个TQC的基础 程式语言的证照 OK 那另外的话呢 其实那个TQC plus 这一张证照 它还有分一个就是 没有这两个字 就是TQC的程式语言 证照 Python3的证照 那两者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基础的话基本上就考1到5类 然后呢 没有基础的话 就是TQC加程式语言的这个Python3证照 它是考1到9类 也就是说后面要多了 6到9 6到9包含哪些呢 包含什么 串列列 列列一为 二维 多维的相关的应用 所谓的串列 这个串列其实有 有点像是 如果你学会程式 就有点像正列 或者是你的理解 就有点像清单 在Excel里面 也许就是 那个储存格 多个储存格的范围 其实就是一个串列 另外的话呢 还有TUple SET 还有字典 OK 第7类 第6、第7、第8、第9 那一样 每一类 一样会有10道题 那他也是一样 就帮 再从这个10 10题里面抽一题 也就是说 如果你考的是这个 没有基础的 没有基础两个字的那个证照的话 那就是 考1到9类 那 另外的话呢 他的那个 难度相对也比较高啦 不过他给的时间 像刚刚这个1到5类是 给一个小时吧 印象中 那如果你是考1到9类的话 他给的时间也比较多 那至于细节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详细的内容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记一个关键叫TQC 后面空一个叫Plus 或者TQC加也可以啦 加是Plus OK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会有一个 连结 第一个就是TQC加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一个 他里面的认证网 其实你可以点认证科目 认证科目呢 你往下卷动 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有相关那个 这个 这个认证内容 我刚讲的 基础在这里 没有基础就是程式源 OK 其实这是分两张证照啦 但是呢 以CP值来看 当然你如果直接考这个是最CP值 因为其实你考这个跟考这个的费用是一样的 只是说呢 如果你考这个之后要再考这个 那你干脆直接 考这个就好了嘛 但如果你只是想要拿一个证照 那我建议你 你考这个 那我就我刚刚讲的 里面的话呢 他考试时间是60分钟 总共考五题嘛 就是从第1类 到第5类 各选一题 那费用的话是这个 OK 那 底下的话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5类 另外还有相关的范例啦 人员等等 还用上课用书 所以之后的话呢 应该也会 印象中好像也会给你们一本书籍 只是说因为以前在 教室上课 直接发 现在应该 可能会改 改成其他方式 那另外的话呢 如果没有基础两个字的话 你可以点进来 那你可以看到呢 他总共会考1到9类 也就是总共有9题 然后测验时间 100分钟 其实基本上当然平均下来 一个题 一题的话 大概差不多是 11分钟左右啦 其实算一下来大概一题一遍 你要很熟练 否则的话 你可能会卡住的话 那当然你很多 就做不完 OK 那费用是一样的 那 总 及格分数其实也是70分啦 也就是说 其实说真的 不一定每一题都会 但你其中有一题两题不会的话 那基本上 只要达到70分 他一样 会颁发一个证照给你 OK 那目前的话呢 比较热门的 就是这一张跟这一张 其他的话 Python最近 他又出了几张证照 我刚刚讲这个 这个是第一 最简单的 1到5 那这个的话呢 是1到9 另外的话 这个的话 就是我刚刚讲 爬虫部分 那这个是1到4类 总共 我记得好像1到4类 一类好像是5题的样子 不过难度都会比较高一些 另外的话 还有这个 有关AI的部分 Python怎么样在这个Python里面 去做那个AI的相关的处理 里面有个机器学习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 因为 我本来是 去年 寒假的时候 要去考这个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延后 延后到这个暑假 那暑假的时候有个研席啦 可能我到时候 下个礼拜吧 也会 就参加这个研席 也会考 考这一张证照 OK 里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也许可以把这个当成目标 OK 所以 这个部分的话也许 请各位就是稍微了解一下 大概 一个 方向 TQC的这个 记得那个关键字 就是 找那个TQC加 进来的话就是 认证科目吧 或者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在 到上面去找找 其他的话包含就是像 报名考试啦 其实他 考场其实还蛮多的 你只要注册一下 然后选择考场 然后缴交报名费 你就可以去考试了 那考过的话 他好像一个礼拜之后 就会把证照记 直接 好像是邮寄或者说你可能 再到考场去取那个证照 大致上是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呢 关于我啦 因为 我大概简介一下我自己吧 讲这么多 基本上呢 如果要找到我相关的资料 其实还蛮多的 你只要Google 吴老师 我刚Google了一下 我发现 第1个 第3个 第5个 都是 我的连结 包含我的部落格 我的YouTube频道 还有的相关教学论坛 或者你可以Google 吴老师教学 其实基本上第1页好像都 基本上 都是我放上去的连结 里面的话呢 有 之前我教过 包含VBA 包含Python 如果 假如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也许你可以再到 我部落格 或者YouTube 论坛上面去找找相关资源 OK 今天因为第一次上课 主要是先跟各位开个头了解一下 到底你学 Python 证兆 大家的方向要学的 所以基本上后面我们就是 针对1到5类的题目 做一个说明 那里面的话如果假设 你们 之后有时间的话 一样 你可以从那个云端上面 找到那个 这边有一类 Python3的 证兆考试 也就这一类 就安装环境下面 那 点进去之后的话 其实这边就会有 我们 会用到的 这个题目 包含就是试题第1类 第2类 第3第4 第5 10类推 第1类里面的话 你可以打开来 他基本上的题目就讲这样 这个题目已经预先公开了 也就是说 他每一题长的就一样 那你只 就是在考场也是一样 只是说把他印下来 然后题目也许不叫102 也许是第1类 OK 一类 选一题出来 那里面的话就是说 他是希望说输入这4个资料 输出这样的结果 你要怎么做 OK 所以如果你可以 输入这些之后 得到这样的结果 那恭喜你 表示OK 是正确的 另外的话呢 A104 A104就是 这边有相关说明 就计算什么 这个圆的面积和桌长 OK 也许如果有 时间的话 也许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第1类第2第3第4第5 当然如果你程度比较好的同学 我是轻易 也许你第6到第9类 也许可以花点时间 去了解一下 然后 反正我们这10次上课 10周的上课 基本上就是以这个当成 这个范围 你们就可以 按照这样的顺序 分别 把这个类别 一个一个各个击破 其实说真的 虽然 他是一个 证照考试 不过其实我是觉得他 这个 题目设计的也蛮有结构性 因为假如说 你学python 基本上也要把这些学会 你才有办法 把程式写出来 所以也许 我们一与两次 最好是什么 你又可以学会python 又可以拿到证照 当然是最好的 一个目标 OK 也许 我们大概的思考方向 另外当然为什么要学python 其实 当然原因很多 基本上都跟这些有关 因为目前 ABCDEF 其实 都跟城市有关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最赚钱的公司 像美国相关 苹果 Google 微软 Amazon Facebook 等等的 其实都不拖这些东西 甚至是特斯拉 电动车 等等的 所以 如果假如说你希望 能够跟未来 衔接 然后 在未来10年20年 不被淘汰的话 我相信你学习python 应该是 还蛮 这个 蛮对的投资 OK 那 再来的话 这是我相关的简历 OK 我刚刚提到 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相关资料 你可以Google 我 基本上的话 我订阅人数 我刚有 部落课 我上面有大概上千篇文章 YouTube上面有 大概35,000 36,000的 订阅人数 那之前的话 曾经担任过 那个 拿一些奖项 然后 其他的话 就是在各个 学校单位 帮忙授一些 课程 OK 推广部 等等的 OK 那当然最早 我是从那个 陈设计师 这个开始 OK 所以写程式也写了 大概 超过30年的时间了 其他的话 拿一些奖项 OK 包含什么 最佳人气奖或者是趋势先锋奖等等的 订阅人数 另外我的证照的话 也是一箩筐超过30张 OK 其中的话 当然就是有刚刚讲的 就是 我们现在的这张证照 因为我自己有考过了 所以我其实有点像是 经验的分享 跟大家讲一下这张证照怎么考 另外的话 网路爬通这张证照 我也去考 也考过了 最近的话是 想说 TQC Plus 他有推出那个 有关AI部分的 证照 那当然 下一次的话 下个礼拜的话 我也去参加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也许请各位 先 先 先试试看 怎么样 那个 英豪 是 是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其实当然主要 因为工具是这样的 越主流 当然相对的你投资下去的时间 相对比较 就不会浪费 不然的话 像你现在学习 学习Java好了 那当然呢 因为现在很多公司已经不用了 你学了之后 人家不用 那你不是很悲剧吗 OK 跟各位讲一下 我大概10年前 10年前 我教最多课程是教Java OK 但是现在基本上没有人学Java了 所以基本上也就 顺应那个整个大时代的潮流啦 当然就是说 现在大家都学 Python 所以呢 当然我们现在开课 就以 大家 最需要的部分去开课 那不是说我现在不 自己教Java这么久 那 并不是说我现在就不会写Java了 只是说 当然还是 顺应那个潮流啦 来去 开课 OK 那至于说Java 你说跟Python比起来的话 其实说真的你写过 Python的话你会发现 它有一个优点 就是 非常的简洁 程式真的简洁太多了 而且如果以学习的曲线来看 真的以前学Java好辛苦 OK 像XSharp XSharp其实是微软的东西啦 XSharp的话其实也不好学 它跟Java蛮像的 OK 所以如果你讲 因为我看了刚刚的问卷 大部分同学其实 好像程度都是落在那个比较基础的部分啦 所以 假如你 对于程式完全没概念的话啦 我是建议 你可以先找 最简单入手的 不然的话 我怕有些人 有些同学可能就是 遇到程式就头痛了 可能就想要放弃了 但是现在一个趋势这样 你可能不学程式都不行了 所以我建议 目前当然最好入手的 其实不外乎 就是Python 或者是VBA 那如果你是大量经常每天都在使用那个 就是 Excel的 的同学的话 那我还蛮推荐 你也可以把 这个VBA给学好 因为基本上如果VBA学好的话 那真的可以大大提升你的工作效率 那至于说 这个工具跟工具之间到底哪一个是比较好 其实我是觉得啦 这个就是说你会用是最好的 OK 你用的时候 应该是最恰当的 OK 英考应该有回答到你的那个问题了吧 OK 好 那再来的话 其他 这个我的证照 其他的话当然 证照考试 我还蛮推荐 因为你将来如果你升迁也好 或者是说你想要转值也好 有一些相关 尤其Python 现在大家好像蛮吃 这个Python 这个部分的技能 所以如果你能够拿到这个证照的话 我相信对于你将来 在职场上面 应该会有很大 之前开过的证照班 其实 大部分同学都没有基础 就像刚刚看到的问卷 可是 后来发现 大家学的还蛮开心的 而且 基本上通过率100% 所以应该我想 最终还是要花时间啦 而且要学的愉快 另外的话 这个 投入时间的CP值其实还蛮高的 再来的话有关考试 如果你在现场考 第一个是用Spider 就我们刚刚安装的环境 第二的话它是 就是主机 直接线上 评分的 所以也就是你如果传上去 答对的话就绿灯 答错就红灯 那也就是说如果每一个 通通都是绿灯的话 那这边就100% 这个是我直接在考场把它截图下来的 类似讲这样 然后上课用书的部分的话 到时候应该会发这本给你们吧 其他如果你假设 想要多学一点Python 其实你可以在额外看看帮买一些相关的书籍 去多多了解啦 因为学Python 我是觉得 手边多一点参考书 恐怕还是有一点帮助啦 那今天的部分的话 也许 我们 看看大家的状况 因为我看大家的问卷 其实大部分同学都还是没有什么概念 所以也许我会 先拿一些简单的范例 还不要马上切入到证兆 先大家了解一下Python的开发环境 所以待会的话也许 至少 先把那个环境下载下来 然后并且解压缩到低跌 OK 那至于说如果你不是解到低跌 你是解到别的磁碟的话 那该怎么做 也许待会我们 再来说明好了 OK 那我先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你们先试着把刚刚那个云端的那个相关的资源 也许先 大概 先看一下 包含就是说那个证兆考试的题目位置 还有另外解答 上面其实也有解答啦 然后 并且把那个有关安装环境的部分先设置好 那待会的话我们再来看 那吗 我让我们又看到这个证兆了